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天地太热了 要不是这里生产的芒果特牛 会不会可以每年的来这么来 啊 这就是这 我们去的芒果才一定要在这地方买芒果 最便宜啦 啊 这些买到芒果了 拜拜 芒果 啊 这多少钱啊 现在只要一斤 只要三百元 坑爹啊 怎么这样很贵耶 我去的那一款车费又费今年 没有办法 因为今年产量少 所以价格变高 什么 怎么会产量小啊 因为今年都没有什么人送 所以价格变高 好 那我们现在就是为你们带来 带到现场与景传统市场的芒果摊 阿伯人非常好 刚刚还笑了好几个芒果给我们吃 那你可以看到我早上的芒果呢 他们现在看到他们是非常小的哦 他们去年一斤才五十五块 今年你看他们这样一斤要三百块 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因为猪王理论的关系 那什么是猪王理论呢 可能就请我们经贸专家来为我们解释这样的名词 最后的猪王理论是因为商品工需的时间肉差所造成 商品需求大时供给过多 商品需求小时又供应过多 而这我现在就成为猪王理论 好的 那相信经过刚刚成性专家专业的解说之后呢 相信电视机前的各位民众 我们都能对猪王理论更加的了解 更多的认识了吧 那你们看到我手上这个 一整盒的芒果哦 你们知道多少钱吗 我跟老板可是辛辛苦苦的杀价 他才只算我一千六 原本是三千六 我杀了两千块哦 里面才十颗而已哦 所以请记住 以后芒果生产的时候一定要去买哦 一定要捧场哦 不然肉鱼不敢冲 又会造成猪王理论 到时候受捕的可是民众之己 好的 我们现在将镜头交还给团内主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